嗨 大家好 我是阿森 那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个古老而巨大的牙牧群 当地的村人他们都并不知道这是修建于什么年代 不过非常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古墓当它被盗 又或者说是被发现以后的数百年时间之内 竟然被改造成了某一种宗教的场所 而且还留下了神秘的图案 至今都无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甚至有人说这是外星人所留下的符号 那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就一块去一读真容 老人家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牙牧群怎么走 就是那个蛮子洞 这个方向吗 没有 好 谢谢 就前面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牙牧群 你看它是依山而建 就隐蔽在这个丛林的下面 我刚才还走错路了 只有这条小路可以走下来 而这个牙牧群从外观来看 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牙牧群比较的类似 看上去就是一个个的小型的牙牧 不过据说里面是连通的 这条路其实不太好走 你看这地面它的阶梯都已经没了 路面还挺滑的 这就是一号牧群了 这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差不多 里面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大 我估计也就是三个平方米左右吧 上面的这些雕着的痕迹 以前的那个棺木就放在中间 旁边应该是一些水涨品吧 不过现在都已经被清空了 这一排就都是木屎了 哇哦 这看上去更大一些 而且而且这个地上还有非常深的一个沟槽 这应该就是排水使用的 这个牧屎确实要比刚才的那个牧屎大了不少 以前的光果就放在这块石头上面 看这里面 哇 特别的深啊 这有可能是一个倒洞 这估计得有两米多深 但上面现在已经用石头啊 把它堵了起来 我估计这就是曾经的那些盗墓贼呢 他们打到了这个地方 发现下面有东西以后呢 就开始进行盗墓吧 哇 这么近距离的 从下往上看啊 这还是第一次 蛮惊悚的 看 我现在就站在 这个以前放棺果的地方 先出去 这底下还蛮陡峭的 我估计高度应该得有三四米左右 现在下面是一片荒草地 据说曾经这周围呢 有一条河流 这里面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宗教的地方了 石窗 就从这里进去 哇 这门还是蛮大的 而且底下你看 还有一个排水槽 好大的力度 哇 这里竟然没有阶梯 哇 特别的高 上面还有蝙蝠 一进来啊 就能看到 这种粗大的力柱 非常的多 一直延伸过去 而且这里面的空间 我估计得有 好几百个平方米吧 在以前 曾经的这一座座的 芽木呢 现在却变成了石窗 所以让这里面的彩光呢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走进来以后呢 映入眼帘的 就是这些硕大的力柱了 有好几根啊 这一根根的力柱 看上去啊 给人有一种那种雄伟壮观的感觉 特别有气势 就像是 一个宫殿一样 墙上 还有三只蝙蝠 好险 吓我一跳 看来我得离远一点 哎 那也是吗 哇 你看 上面啊 哇 特别的大 都走了 哇 这里有一只蝙蝠啊 好像是 死在这里了 但它身上呢 看上去 却有着很多的棉花 你看这力柱啊 非常的粗大 这个力柱呢 一共有三个面 上面呢 成为的是一个梯形 下面还有排水一样的结构 看上去还蛮艺术化的 那为什么当年这些人啊 要在古墓里面来 修建像工殿一样的建筑呢 难道真的是为了躲避灾难 或者说是战乱吗 地上有很多的蝙蝠史 看来现在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家了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排水槽 从这里的地形来看啊 外面虽然是岩壁 但这里面的地势呢 也并不险峻 建在这里 虽然空间还不错 是一个大通间 但想要容纳上百人呢 还是有一点具体 所以我感觉 反倒更像是一些 特殊群体所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白莲教 不过那个时候 白莲教他们的规模 也真的不算小 甚至有人把他们称作为 四川的黑社会 你看这地上的钩槽 一直延伸的出去 那排水系统考虑得蛮周到的 这些汉代的牙牧群 当他们被改造成为了 这样的宫殿以后呢 其实进来以后 每一处的采光 就会变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你看 这些石窗的旁边呢 还有一些石槽 这种石槽应该在过去 就是遮挡光线使用的 并不像是用作防御的那种要塞 你看 在这个石柱的旁边这里 还有一个像鸟一样的图案 虽然雕刻的比较简单 不过在这样的建筑上面 确实还蛮有造型感的 你看在过去 这些古代的牙牧群 他们修建在石壁上面 当木门关过来以后 应该是非常的隐蔽的 不过当这里面 被发现了以后 把它改造成了一个 像宫殿一样的建筑 这真是让人闻所未闻 不过你想 古代的人 他们这么迷信 谁又会跑到人家的祖坟上面 修建这样的东西呢 这不是去挖人家的祖坟吗 所以我觉得 即便是某一个宗教团体 他们一定也不是行善为主的 这应该就是那个最神秘的图案了 它就在我的面前 你看这个神秘的符号 它就在这一块石壁的正中心 周围有像相框一样 把它框了起来 而且还刻意做了下沉的处理 中间下陷更加的明显 那这个图案呢 它正好对折这一扇石窗 在阳光比较明显的时候呢 应该会直接照射到这个图案当中 那这个图案它是一个圆形的 里面看上去啊 给人的感觉呢 更像是一条蛇 你想 以往的这种祭祀的活动啊 通常都是像四虫啊 或者说是神兽之类的 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图案 所以我感觉呢 应该不是祭祀使用 而是某种宗教活动 或者说是某一种宗教的标志 像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标志 比如说像天主教 那我们都知道是十字架 又或者说是苦相吧 因为天主教相信啊 耶稣呢 是来拯救人类的 所以十字架呢 就是天主教的一种信仰吧 而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案呢 你知道让我联想到了什么吗 我联想到了撒丹教 撒丹是谁 那可是恶魔的化身 地域的使者啊 你想 那个撒丹教的图案 它也是两圈圆 而在那个圆的里面呢 有一个道五角西 每一个角刻则西伯来语 而中间呢 有一只羊头 那个羊头便是恶魔的化身 现在看到这个图案啊 真是让人有一些摸不着头绪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毒蛇教吗 这里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图案啊 真是留下了一道难解的谜题 但是据专家说 由于某一种原因呢 这个工程并没有完工 也就是说 在当年呢 就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吧 不过他们从这些墙壁上面的图案雕刻呢 就发现啊 应该符合于明清时期的那种建筑 或者说是石雕的这种感觉吧 所以推测啊 这个宫殿 又或者说是这些建筑 应该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呢 改造出来的 这边还有一些 这是另外一面的一个独立的墓室 上面也是拱形的 不过应该蛮潮湿的 你看 全是青台 虽然外面看上去啊 这些墓室都差不多 但是我发现进来以后呢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墙上有很多的石孔 而且地上这里还有一个蛮深的 不知道用作于什么 而且你看旁边这里 还有一个挺大的 不知道是否是摆石棺用到的一个石台 地上啊 同样都有一些 看凹槽 哇 这个石槽里面啊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蜈蚣 我还是离远一点 先出去 站在这外面啊 你看周围的这些风景看上去呢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对于刚才的那个神秘的图案呢 有人曾经就说啊 这并不是宗教 或者说是祭祀的图案 因为这太罕见了 古人对于古墓来讲 又是这么的避而远之 所以就有人呢 提出另外的一种大胆的见解 他们就认为啊 这个神秘的图案呢 其实是来自远古外星人的一种技术 或者说是一种密码吧 如果掌握了这种密码的话 那就可以开启一段 时空之旅 谁知道呢 好吧 那这里啊 也就是这样了 那我沙僧 我的旅行啊 又将继续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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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已经从牙牧群出来了 今天来寻找牙牧群 说实话挺不容易的 你看早上的时候 我根据导航的指引 就来到了一个村庄 开始我以为 牙牧群应该就在村庄的附近 然后就到处的寻找 结果我发现走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什么都没看到 早上的天下也很烟热 我当时就感觉已经都体力消耗完了 后来没办法 说是要找一个村人问一下 结果问村人呢 我问他牙牧群在哪里 他说什么牙牧群 这里没有任何的牙牧群 我当时听到以后 特别的失望 还以为是自己走错地方了 然后就到处边走边问 后来我想起来 这个牙牧群 在当地的方言来讲 大家都把它叫做蛮子洞 回想起来以后 我才又去找其他的人 我就问 蛮子洞在什么地方 他们一听 就在那边 但是在哪边 他们说不出具体的方向来 我就只能根据他们的 在那边的指引 然后沿途就往那边走 结果发现还是找不到 然后一路边走边问 就这样耽搁了 可能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老人家 才问到 说是要从这条小路进来 你看 非常的荒凉 车都很难开进来 然后我就 从这条小路找到了以后 然后徒步大概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然后就找到在一个山坡的下面 隐藏的还蛮深的 就找到了 就说着进去拍摄 结果进去拍摄 就让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神秘的图案 神秘的符号 确实让人挺震惊的 但是我发现刚才拍完以后走出来 我现在后脑挺痛的 而且整个人也是感觉四肢无力 现在我就必须得拿着机器 左右手换来换去的 不知道是在里面待的时间太久 太累了 感觉现在头特别的痛 后脑就像感冒发烧一样的 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现在 先走到车上去赶紧回去吧 这里回去还得开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蛮远的 现在走到这条大路了 你看刚才就是从那条小路这样走进去 这不说的话 谁知道是从那条小路这样进去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样了 我今天会得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 然后完了以后 把这个影片做出来 分享给大家吧 那今天就这样 那我们下期见